这个叫冰淇淋的身材到底是什么水平 好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人 说实话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在想 这不彭于燕吗 好 新商数据很多人好奇 这样的身材比例身高体重是多少 他身高1米82体重是89公斤 早上刚蹭过打电话告诉我的 皮脂率应该是不到15 增机器如果能保持这个皮脂头还是比较理想的 三大厢的ERM数据他没测过 但是也有参考 目前的最新数据 我推140公斤能推7次 升蹲180公斤能蹲6次 有没有会算催大力量的 帮我算一下打在评论区好吧 最后所知他只有一个腰带 是不用互吸互走这些装备的 他这轮增机增力的目标是让 升蹲的6RM再长个20公斤 我推再长个10公斤 能不能实现再说 但就目前来说 这个力量水平中等偏上一点点 对于他的训练年限6年零3个月来说 再来看他的形体 很多人说他的肩膀很大 其实这个数学效果主要取决于 他的一字形并且很长的锁骨 形态也是比较外翻 所以肩部看着还是比较宽的 胸是方形胸 但这个厚度如果能在厚一些 侧面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了 腹肌是6块也蛮整齐的 手臂看着不小 但实际也就40出头 不冲血 躯臂42 上台的时候你可能会说 不可能我的手臂也42 为什么看着没他大呢 因为你如果抛开皮脂去看维度的话 就真的没什么意义 背部宽度还可以 背后肌挺大的 但是他的上背部的细节刻度 还是有所欠缺的 他的腿链也还不错 据我所知他是比健体的 这个身材放在普通人眼里面还是蛮不错的 中规中矩 但如果是比赛想拿到很好的成绩 那么他上半身的肉量还要再大一点 上半身的厚度还需要进一步进两步的加强 再给他两三天时间堆堆肉 他到底是不是自然健身的这个问题 我也问了他 我说网上这么多人说你用药 你快回应 你发视频回应 大家都想看你回应 但是他反问了我 原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自己说的话算数 如果算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恶意抨击以鹅传鹅 如果不算 那你让我回应什么呢 我是觉得你们说他用药呢 他妈的是真看得起他 小垃圾一个腹肌垫都没抹好 当然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 去做一个判断 你觉得他是那就是 你觉得他不是 那你喷那就完事了 反正他老实人一个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喷烦了最多拉给你是吧 好还想看我分析谁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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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谢谢大家